老婆的白月光回国了,为了潘高知,她签下了离婚协议让我滚蛋,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霸王条款,我拒绝签字,却被老婆一家百般羞辱,可我如她所愿签下了离婚协议,老婆却后悔了,没想到她宝贝的富二代男友竟然是假的,而我这个她瞧不上的穷鬼才是真正的富二代,夜里。 赵月宁背着我偷偷地出了门,赵月宁一离开,我就立刻起身跑到了阳台,看着赵月宁急不可耐地钻进停在别墅门口的车子里的模样,我紧紧地捏住了拳头,这已经是她这个月第三次背着我夜里出去回男人了。 上次她被男人折腾得浑身是伤,是我帮着她调养了半个月她才恢复如初,她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她就这么急不可耐吗? 我穿好衣服下了楼,想要追上去看看赵月宁到底在外面玩得有多烂,可是我还没走到门口,就被赵月宁她妈叫住了,我转头看着丈母娘李淑淮停下了脚步妈。 当初你为了娶月宁,可是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我当时是千不愿万不愿啊。 你说你一个司机的儿子,能给我们赵家当女婿,那是走了多大的运气啊? 要不是我们赵家,你爸能走得那么安详吗?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月宁的性格,她就是爱玩了一些,你要是连这都管着,我怕月宁会生气, 我捏着拳头,盯着李淑淮威胁我的目光,将放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转身上了楼, 我站在阳台,手指夹着点燃的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天快亮的时候,楼下突然传来了赵月宁的声音, 我快速地下了楼,却看到了衣衫不整,醉得不省人事的赵月宁,站在她身边,双手不规矩地扶着她的那个男人我刚好也认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赵月宁为了追求她,在学校里被那群富家女霸凌, 将她的照片挂在论坛上一个学期,赵月宁成了人人喊打的贱女人, 而这个男人不但没有站出来替赵月宁说半句话,还特意撇清了和她的关系出国了。 她出国后,赵月宁差点被那群富家子弟折磨死,要不是我,唐若生。 男人惊讶地看着我,扶着赵月宁朝着我走了过来, 抱歉啊,我没看住月宁,她喝得有点多,还得麻烦你好好照顾她了。 男人将赵月宁推到了我的怀里,我伸手接住了她, 她在我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哼了两声。 男人垂眸冷笑出声,她又靠近我两步,凑近我的耳朵羞辱我你这个做丈夫的可真不称职啊, 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出去找吃食。 我要是你啊,都没脸活着。 我捏着拳头,盯着男人得意的模样,冷笑出声胡文杰, 你偷有夫之妇,就有脸活着。 赵月宁现在是我老婆,你和她在外面搞这些事情, 就不怕我这个正牌老公曝光你们。 胡文杰眯着眼睛看着我,吃笑出声正牌老公。 很快你就得滚蛋了,我瞪着胡文杰刚要开口。 赵月宁的爸妈听到声响从卧室里走了出来,看到赵月宁的模样, 他们横眉冷树地盯着我,满嘴地埋怨,却对胡文杰客客气气,一脸谄媚, 他们用手肘推散我,用眼神警告我, 李淑怀还故意踩着我的脚,将赵月宁扶进了房间, 他们赵家向来是看不上我的, 如果不是三年前,赵月宁灵洁受损,差点被逼死。 哪怕我跪在地上求李舒怀,他也是不可能将赵月宁嫁给我的。 如今胡文杰回来了,赵月宁又如愿地爬上了他的床, 接下来,他们就该谢莫杀驴了,我是赵家司机的儿子。 我和我爸差点冻死的那年冬天,是赵月宁他爸救了我们一命, 他还好心地收留了我们,给了我爸一份工作, 还让我和赵月宁一起上贵族学校, 我知道赵月宁他爸是为了给赵月宁找个根班保护他, 那个时候的赵家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 虽说生活富足,但是和贵族学校的其他学生家里比, 赵家就相当于贫困户,赵月宁在家里被宠成了小公主, 可是在学校里,别人根本就不给他好脸色看, 赵月宁又是个不服输,有点跋扈的性格, 我没跟着他上学之前,他就得罪了不少人。 后来我跟着他一起上学,他觉得凡事都有, 我能替他扛着,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有一段时间,我和赵月宁虽然进了学校, 但是一整天都被那些人堵在厕所里, 不允许我们去教室上课,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赵月宁也没比我好多少, 每次他挨打他,都会嚷嚷一句别打脸, 赵月宁除了那张脸完好无损, 其他地方应该和我一样惨, 我们蹲在厕所里,对了彼此苦笑, 那个时候的赵月宁心思单纯, 虽说跋扈了一些,但是很善良, 每次我被打得惨了, 他都会一脸内疚地问我疼不疼。 有一次,赵月宁和那群富家女打赌打输了, 我被那群富女当成了活靶子, 他们让我在操场上奔跑, 用剑往我身上射, 我躲避不及, 被射中了好几箭, 箭头是金属的, 虽然很短, 但是扎在身体里很疼, 那天我伤得很重, 跟着赵月宁回家的路上就发了高烧, 赵月宁害怕极了, 他拖着我要送我去医院, 他一边哭一边求我千万别告诉他爸妈, 看着赵月宁哭得鼻涕眼泪混在一起, 我心疼地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告诉他这件事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赵月宁又哭又笑地看着我, 我盯着赵月宁的脸, 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我一定要对他好, 哪怕我配不上他, 我也要默默地守护他, 后来赵月宁喜欢上了胡文杰, 胡文杰是个花花公子, 家世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 没有谁敢招惹他, 喜欢他的女生不少, 可是能让他看上眼的却不多, 他喜欢在外面玩那种没有生意往来, 和家族纠纷的女生, 赵月宁追胡文杰的时候, 我就劝过他, 就算他们在一起了, 胡家也不会帮赵家的, 可是赵月宁不听, 不但硬往胡文杰身上贴, 还得醉了其他喜欢胡文杰的女生, 赵月宁爬上了胡文杰床的那天, 回家的路上他还在畅想嫁给胡文杰以后的美好日子, 可是第二天他再去找胡文杰, 胡文杰就和他划清了界限,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 赵月宁是个不知廉耻勾引他的贱女人, 赵月宁被胡文杰的话推上了风口浪尖, 他想解释, 想否认,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他在学校本就如履薄冰, 经历了胡文杰的事情后, 更是掉进了深渊, 那天赵家有事, 我没有去上学, 赵月宁到了夜里都还没回家, 赵母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我跑到学校的南厕所里, 看到赵月宁被绑在厕所的柱子上, 衣衫不整, 浑身是伤, 看到我赵月宁嚎啕痛哭, 他说学校的南同学将他侮辱了, 他说胡文杰出国了, 他说他被胡文杰耍了, 那晚他哭了很久, 他靠在我的肩膀问我怎么办, 我捏着拳头看着赵月宁, 心一横, 说出了毕业后我会取他的话, 当时我没看清楚赵月宁的表情, 现在想来, 他应该觉得我是想要癞蛤蟆吃天鹅肉吧, 床上的赵月宁不舒服地翻了个身, 我上前帮他扯了扯被他压在身下的被子, 他英明一声, 一把抓住了我的守文杰, 唐若生是个窝囊废, 明天我就跟他离婚, 赵月宁是夜里醒的, 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 稀稀苏苏地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他夜里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房间, 直到第二天中午, 他才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回来,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将手包里的文件丢在了我脸上, 唐若生, 这是离婚协议, 你抓紧签了, 离婚协议, 我弯腰将地上的离婚协议捡了起来, 当着赵月宁的面翻看起来, 我一字一句地从头看到尾, 赵月宁却不耐烦了, 唐若生你看得再怎么清楚也没用, 今天必须离婚, 否则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捏着离婚协议, 看着赵月宁仰着头高高在上的模样, 垂了垂眼眸, 这份协议是谁给你起草的, 赵月宁盯着, 我眯了眯眼睛你管那么多, 让你签你就签, 要是没有我们赵家, 你和你爸早就死了, 如今文杰回来了, 他说, 只要我和你离婚, 他就和我在一起, 你自己没本事, 可别耽误我们, 赵家飞黄腾达, 我捏着离婚协议的手, 微微颤抖着我, 确实感激你们赵家救了我和我爸, 可是你别忘了, 当初你为什么会被一群男人凌辱, 胡文杰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比我清楚, 他让你拿出这样的霸王条款的协议, 让你和我离婚, 赵月宁你别被他当枪使了, 赵月宁盯着我, 一张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几步走到你身边, 一把将我手里的离婚协议抢了过去, 他抬手对于我的脸就是一巴掌, 霸王条款, 你没占到便宜, 就是霸王条款了, 当初你来我们家的时候, 连衣服都是破烂的, 如今我只是让你怎么来的, 怎么滚, 怎么就是霸王条款了, 唐若生是你要和我结婚的, 是你寄予我们赵家的财产, 才那么不要脸地求着我爸妈, 让他们将我嫁给你的, 结婚三年, 你自己什么样你不清楚吗, 你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是个窝囊废, 如今文杰回来了, 他主动向我示好, 我当然要选择对赵家更有利的结婚对象, 如今赵家已经不是以前的赵家了, 我足够配得上文杰了, 而你这个司机的儿子, 窝囊废, 穷鬼, 趁早离我远远地滚出我们赵家, 看着赵月宁厌恶我的模样, 我垂眸冷笑, 当初为了救他出身冤, 我被李淑怀刁难, 折磨, 被别人嘲笑讽刺我戴了绿帽子, 我没说一句话, 为自己辩解, 面对我爸的不解和质疑, 我也没有为自己解释半句, 我喜欢赵月宁, 我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他, 想要给他我能给他的所有温暖, 哪怕他不喜欢我, 婚后这三年, 我在赵家给他当牛坐马, 他的衣食住行, 每一样都是我精心安排准备的, 在赵家公司里, 我也是鞠躬尽瘁, 为了签合同, 推进度, 前两年我一度喝到胃出血, 赵家确实对我和我爸有恩, 我也从来没想过他们会感激我, 可是我没想到, 我为赵月宁, 为了赵家做了这么多, 在赵月宁眼里, 连胡文杰一个屁都比不上, 到头来他, 不仅让我净身出户, 还说我是窝囊废, 让我滚, 我抬头看着赵月宁, 想要问问他, 他到底有没有心的时候, 门口响起了李淑怀的声音, 月宁说得对, 你就是我们赵家的一条狗, 你在我们赵家, 已经享受了荣华富贵, 文杰回国了, 他看清了自己的心, 要和我们月宁在一起了, 你这个绊脚石就赶紧滚, 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忽略了李淑怀因很威胁的眼神, 目光落在了赵夫的身上, 这些年我做过什么, 对赵家有多大的贡献, 他都看在了眼里, 如今只要赵夫肯挽留我, 我可以当作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继续留在赵家, 继续当赵月宁有名无实的丈夫, 赵夫叹了口气, 目光落在了赵月宁手里的离婚协议上, 如果你觉得这份协议对你不公平, 我可以给你些赔偿, 但如果你不愿意离婚,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 威胁我, 赵夫为了攀上胡家, 竟然也想逼着我离开赵家,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如他们所愿, 我心寒的一把将赵月宁手里的离婚协议, 抢了过来, 拿起茶几上的签字笔, 在最后一页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将离婚协议狠狠地丢在赵月宁的身上, 赵月宁, 从今天开始, 你我再无瓜葛, 我等着你后悔跪在我面前求我的那一天, 离开了赵家, 我打车到了妇人别墅区, 我站在唐家别墅门口, 将脖子上的项链扯了下来, 交给了唐家的保镖, 这是我爸死之前亲手交给我的, 他说他是唐家唯一的儿子, 这项链是他身份的证明, 他让我在他死后, 就去唐家认祖归宗, 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爷爷, 当初他为了一个女人和家里断了关系, 出走半生, 归来却没有颜面再面对唐家的列祖列宗了, 不过他唯一庆幸的是, 他为唐家留了后, 不至于让唐家在他这一辈断血脉, 我爸刚死的时候, 赵家帮了我不少, 又出钱又出力, 还帮我爸买了最好的墓地, 那个时候, 赵月宁精神情况不太好, 赵家公司又是爬坡阶段, 我一心都铺在了赵家, 想要竭尽所能地帮赵家, 帮赵月宁, 认祖归宗的事情, 也就忘在了脑后, 我本想着, 如果和赵月宁能这么过上一生, 哪怕他天天在外面乱来, 但只要他还需要我, 我就永远都不离开他, 可是没想到他竟然为了一个曾经背叛过他的胡文杰, 将我扫地出门, 既然他觉得胡文杰才是最好的归宿, 那我就要证明给他看, 他看错了人, 我要让赵月宁后悔, 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他, 唐家的大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 院子里站满了人, 中间一个年迈, 头发花白的老人, 拄着拐杖, 步履蹒跚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他颤抖着双手, 眼寒泪水地盯着我河川的儿子, 我来瞧瞧, 我的大孙子和你爸长得一模一样啊, 你爸那个不孝子, 我让人找了他好多次, 他都不肯回来, 到死了都不肯回来看我一眼, 老人拉着我不停地掉眼泪, 看着老人的模样, 我有些哽咽, 我伸手拥抱着老人, 哽咽着叫出来那两个陌生的字爷爷, 老人激动地拉着我进了别墅, 他握着我的手和我聊了一整夜, 看着老人沧桑的模样, 我突然觉得我和我爸都是不孝子, 这样庞大的唐家, 竟然让一个年过股息的老人支撑着, 爷爷跟我说了很多, 唐家的产业, 盈利的亏损的, 正在开发的, 以及那些合作的公司, 看着爷爷苦口婆心的模样, 我握着爷爷的手, 向爷爷保证, 我会努力经营唐家的一切, 不让他的心血白费, 在赵家我参与了不少项目已经管理层的会议, 上学的时候, 读的也是商学院, 再加上爷爷让唐家的高管都来教导我, 很快我就在唐家的公司里, 站稳了脚跟, 两个月后, 我坐在窗戟明亮的办公室里, 接过了秘书递过来的文件, 看着文件最后的签名, 我垂眸扯了扯嘴角, 胡文杰, 我抬眸看了一眼秘书把胡文杰的所有资料帮我调过来, 看着电脑屏幕上胡文杰的资料, 我冷笑出声帮我联系一下胡家总裁, 我要亲自和他面谈, 我将电脑页面一页一页的关掉, 手指压在了胡文杰的名字上, 既然赵月宁这么想嫁给他, 那我作为他的前夫, 自然要帮帮他和胡家总裁谈好了所有事情后, 我起身离开咖啡厅, 却在咖啡厅门口和赵月宁, 胡文杰碰了个照面, 赵月宁看到我, 一张脸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他皱着眉头将目光落在了我身后的秘书身上, 磅腹婆, 唐若生, 你可真让人恶心啊, 为了挤上上流社会, 你可真是煞费苦心, 看着赵月宁那副瞧不起人的嘴脸, 我厌恶地垂了垂眼眸, 将手里的文件递给秘书你先上车等我, 秘书拿着文件往外走, 却被赵月宁一把挡住, 这位姐姐, 你可千万别被唐若生给骗了, 他就是仗着自己长得不错, 到处招惹富婆, 之前为了我和结婚, 他跪在我妈面前痛哭流涕的模样,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啊, 他这种穷鬼, 谁沾上谁倒霉, 秘书皱着眉头, 转头看了我一眼, 我摇了摇头, 现在赵月宁有多看不起我, 等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有多后悔, 我现在筹谋一切, 都是为了看到赵月宁后悔的模样, 若是提前揭开谜底, 那就不好玩了, 秘书推开赵月宁离开了咖啡厅, 我也不打算和他们浪费时间, 我对给赵月宁垂了垂眼眸, 我还有事, 赵月宁哼了一声, 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你能有什么事, 你这种垃圾我还以为你离开了我会活不下去呢, 你还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 你就像个田狗一样跟在我身边,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只要我对你好一点你就摇着尾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当年你在操场上被人追着射箭的场面, 你还记得吗, 那是我故意打赌输给他们的, 我就是想看看, 你愿不愿意为了我豁出你那条贱命, 听着赵月宁的话, 我愤怒地捏紧了拳头, 我恶狠狠狠地盯着赵月宁所以从头到尾, 你都是故意的, 赵月宁歪了歪头, 紧紧地搂住了胡文杰的手臂对啊, 你个穷鬼, 凭什么和我上同一所学校, 我爸救你和你爸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因为穷是会传染的, 我抿了抿嘴角, 垂眸冷笑, 他既然往我的痛处踢, 那我也没必要和他客气, 我盯着胡文杰摇了摇头, 你知不知道当年你出国后, 你的那军好兄弟, 是怎么将他绑在厕所里一起玩乐的, 还有他和我结婚这三年, 除了没和我上过床, 他天天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夜夜升歌, 就连姨妈妻都不放过, 赵月宁这样的烂女人, 被你娶回家, 我真是要恭喜你了, 胡文杰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一把推开了赵月宁的手, 盯着他质问, 所以网上传的那些都是真的, 赵月宁慌张地去抓胡文杰的手, 却被他一把甩开, 胡文杰摔门离开, 赵月宁目光阴狠地看向我, 他慢慢地靠近我, 点着脚尖将嘴巴靠近我的耳朵唐若声, 你不想知道你爸好好的为什么会死吗? 我告诉你, 是我, 我讨厌你爸, 所以在网上找了个慢性死亡的方法, 他死的时候是不是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我告诉你, 你爸就是我害死的, 所以我爸妈才会出钱出力地给他伴葬礼。 赵月宁笑得得意, 我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抬手对给他的脸就是一巴掌, 我恶狠狠地盯着赵月宁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吧, 等我把账算清了, 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回到唐家, 我就立刻着手调查我爸死亡的事情, 因为我爸是死在赵家, 所以想要弄清楚我爸是怎么死亡的, 那就必须要联系赵家人, 可是现在的赵家人都夺我如蛇蝎, 生怕我这个穷鬼搅和了赵月宁和胡文杰的好事, 我不能用自己的名义如联系他们, 而且赵家就赵月宁这么一个女儿, 赵月宁害我爸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清楚具体的过程, 但是我爸死后, 以赵月宁的胆子肯定会和他爸妈全盘拖出, 既然他们选择了将我爸风光大葬, 还让我娶了赵月宁, 那就是想要把这件事压下去, 如果我直接找过去, 他们肯定不会承认, 没准还会倒打一耙, 我借着唐家要和赵家合作的关系, 草拟了一份合作协议, 让秘书亲自送到了赵家, 因为是唐家递过去的橄榄枝, 即便合同上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内容, 赵家也没有深究, 合作协议是上午送过去的, 赵夫下午就在会客厅签了字, 按下了手印, 看着秘书递过来的合同, 我将目光落在了赔偿款上, 这个项目凭赵家的实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时候他们就倾家荡产的赔偿吧, 一周后, 胡家那边也帮着胡文杰做好了婚前的准备, 以前的胡文杰看都懒得看赵月宁一眼, 这次一回国就巴巴的要和赵月宁结婚, 这肯定和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大关系, 胡文杰这么着急的要娶赵月宁, 就是因为赵家不比以前, 他想要利用赵家给自己打个翻身仗, 只是可惜了, 他遇到了我, 这次他赢不了, 今天是赵月宁和胡文杰的大喜日子, 一大早外面就开始飘雪, 到了中午的时候, 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 我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胡文杰的迎亲现场捏了捏拳头, 我和赵月宁结婚的时候, 李淑淮嫌弃我的身份太拿不上台面, 怕上流圈子的人嘲笑他, 所以连婚礼都没办, 再加上那段时间赵月宁被人糟蹋的事情, 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赵家在亲朋好友的面前也抬不起头, 所以我和赵月宁结婚那天, 就我们两家坐在一张桌子上, 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李淑淮垮着一张脸, 一副吃了大亏的模样, 饭桌上都是海鲜, 我爸对海鲜过敏, 一晚上只喝了半杯酒, 晚饭过后, 我亲眼看到庸人将我爸用过的杯子, 丢到了垃圾桶里, 视频里鞭炮声震耳欲聋, 胡文杰一身黑色西装, 胸口戴着红色的玫瑰花, 站在大雪里将笑容满面, 一身红色秀和的赵月宁背在了背上, 在一群人的尖叫声和簇拥中, 胡文杰和赵月宁进了酒店, 我抬眼看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要出发了, 去晚了, 怕是要错过我精心安排的好戏了, 既然戏台已经搭好了, 我得亲自到现场看着才行, 不然赵月宁跪地求饶的时候, 找不到我可不太好。 我到的时候, 婚礼刚好进行到了高潮阶段, 大屏幕上本来应该播放的是赵月宁和胡文杰恩爱的画面, 可是音乐戛然而止, 大屏幕上的画面也突变画风, 一段胡文杰在国外乱稿的视频《五马凤》上, 在座的所有来宾都一脸猛地看向了胡家总裁, 只见他一脸风轻云淡地走上了舞台, 将主持人的话筒拿在了手里, 他盯着胡文杰, 对这在场的所有来宾说道本来这是家事, 我不想对外透露太多, 可是文杰在国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让我痛心了。 到底不是我胡家的子孙, 做事荒淫无度, 简直丢尽了我胡家的脸。 三年前他大学没毕业, 我就着急地送他出国, 是因为我发现他是当年被抱错的孩子, 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而我的亲生儿子也早就认祖归宗了。 我本想着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 让文杰继续当胡家的孩子, 可是我没想到他, 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彻底和胡先生划清界限, 各位来宾, 以后胡家没有胡文杰先生。 胡总裁的一席话, 让台下唏嘘一片, 刚刚还一脸意气风发的胡文杰, 一脸慌乱地抓住了胡总裁的手吧, 你说过的, 只要我不接触胡家的业务。 你可以养我到老的, 你怎么能在今天这样的场面和我划清关系, 你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胡总裁狠狠地甩开了胡文杰的手, 你急吼吼地取赵月宁安的什么心别以为我不知道, 如今赵家也是骑虎难下, 你愿意给他们擦屁股, 我可不愿意。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胡家的人, 你好自为之吧。 胡文杰想要抓住胡总裁的手, 可是却被胡总裁一把推倒在舞台上, 赵月宁盯着胡文杰, 一张脸惨白地要命胡文杰, 你竟然是胡家抱错的孩子。 你早就知道了对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这不是骗婚吗? 胡文杰恶狠狠地盯着赵月宁, 他从地上站起身, 一巴掌打在了赵月宁的脸上臭婊子, 老子都没嫌弃你, 你还他妈的有资格嫌弃我。 今天这婚, 你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赵月宁的嘴脸被胡文杰打出了血, 赵夫上了舞台, 一把抓住了胡文杰的手, 这婚我们不承认, 你们还没领证就不算。 胡文杰冷着脸看着赵夫, 将怀里的结婚证套了出来, 你这个下贱女儿, 怕我不要她, 求着我跟她领了账。 以后你们赵家的一切都是老子说了算, 谁要是废话, 老子就弄死他。 胡文杰发疯发言, 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见状转头看了一眼胡总裁, 胡总裁对师傅我点了点头, 立刻拿着喇叭在全场喊道唐总裁, 您怎么来了, 让您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真是汗颜。 家门不幸啊。 听到胡总裁的话, 所有人都看向了我, 赵月宁在看到我的刹那, 立刻朝着我冲了过来唐若生, 你这种人竟然也敢来看我的笑话,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赵月宁扬起的手, 没有如愿地打在我的脸上, 看着被保镖制服的他, 我缓步走到他的面前, 垂眸盯着他这才刚开始, 我要一点一点地将你欠我的都讨回来。 胡文杰刚愎自用, 为了用赵家的资源, 竟然将赵父和李淑淮绑在了家里的地下室里, 听说他还挺有良心, 怕赵家公司的人怀疑他, 他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赵父和李淑淮, 但是只要他们不按照胡文杰的意思办事, 那就会遭到胡文杰的毒打, 赵父和李淑淮不敢不听胡文杰的,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家的一切都变成了胡文杰的。 他本就没什么头脑, 野心大又不听劝, 本来赵父就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和唐家的合作项目里。 胡文杰接手公司后, 为了证明自己将剩余的全部资金投入到了我帮他设计的另外一个大坑里, 短短数月, 赵家一个刚上市的公司就被胡文杰断了资金链, 我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赵家和胡文杰手里项目的紧张, 扯了扯嘴角,鱼兜上够了, 可以猎杀了, 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敲响了, 我抬起头看着从门外气冲冲走进来的赵月宁皱了皱眉头, 秘书一脸抱歉唐总, 赵小姐他, 我抬了抬手你先出去。 秘书离开后, 赵月宁突然跪在了我面前。 唐若生,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你不是喜欢我吗? 只要你给我们赵家一条出路,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赵月宁抬头看着我, 抬手拉开了自己的衣服拉链, 看着赵月宁的模样, 我厌恶地垂下眼眸赵小姐,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唐氏集团清清白白经商, 可不是什么破烂都要的。 赵月宁见状,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快速地走到我身边, 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他仰着头一双大眼睛,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你是唐家的后代,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和胡文杰在一起也是逼不得已的, 我家公司刚上市, 赵家需要一个实力过硬的合作伙伴。 如果你早点说, 我也不可能和你离婚的。 当初是我被胡文杰蒙蔽了双眼, 是我没有看清楚他为人, 若生,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现在就在你面前, 只要你想, 我就是你的赵月宁拼命地往我怀里挤, 看着他哭成泪人的模样, 我半点都不心疼他, 反而觉得恶心。 我抬手搂住了他的腰, 看着他欣喜的模样, 我扯了扯嘴角, 所以你觉得我爸的命, 是你这种贱女人的身体, 可以一笔勾销的。 赵月宁一愣,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 我可以弥补。 我给你生孩子好不好? 你之前不是求我让我和你在一起吗? 我现在就在办公室, 我立刻给你好不好, 赵月宁快速地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他爬上了办公桌, 妖娆地盯着我, 看着赵月宁让人恶心的模样。 我按下桌上的电话保安, 把这个贱女人给我丢出去。 胡文杰赔了赵家所有的钱, 赵夫之前投资的项目, 也因为资金不足, 不得已停止了项目。 按照合同规定, 未完成的项目, 要赔偿我唐氏集团十倍的赔偿金, 赵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 公司申请了破产, 所有的不动产全都变卖了, 仍然是杯水车薪, 我找了几个凶神恶煞, 阎王爷见了都得称兄道弟的药账公司, 我要求他们每天就逼着赵夫还钱, 其他的事情不用做, 我给的费用是全是最高的, 对他们的要求又不高, 他们自然尽心尽力地替我办事, 他们每天变着花样地折磨赵夫和李淑淮, 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赵夫和李淑淮受不了上门催债的天天折磨。 跳楼自杀了, 赵夫和李淑淮死后, 赵月宁又来找过我好几次, 我不见他, 他就在公司大楼那, 他发疯一样地抓到一个人, 就将他和我的事说一遍, 他说他是我老婆, 要我对他负责, 赵月宁失心疯一样的状态, 吓得我们公司的员工都不敢上班了, 我让保安将他丢出去好几次, 都没让他知难而退, 没办法, 我只能报警, 让警察将他带走, 顺便将我爸被他害死的事情, 重新调查了一番, 赵月宁是个外强中干的, 警察将调查出的证据和他进行对质, 他话还没说几句就吓得全盘拖出了, 警察将全部口供交到我手里的时候, 我愤怒地想要掐死赵月宁,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狠毒, 因为瞧不起一个人, 而对他下这样的黑手, 虽然他已经为了他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后半生都只能待在监狱里,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够, 我将赵月宁当年在网上宏极一时的视频找了出来, 联系了几个网络大V, 对赵月宁进行批判, 还特别让人将视频带到监狱里, 给赵月宁看, 赵月宁当年就是因为这段视频差点崩溃自杀, 如今这段视频再起风波, 他羞愤地在监狱里自杀了, 本来他是刻意被救回来的, 可是那天偏偏就没人发现他, 让他死在了狱中, 赵家破产, 胡文杰的一切算计都落了空, 又背上了赵月宁丈夫的身份, 网上每天都有人在胡文杰的微博下面, 问候他祖宗十八代, 胡文杰每天都到胡家发疯, 要胡家给他他应得的一切, 胡家被胡文杰折磨得忍无可忍, 找了人将胡文杰打成了残疾, 丢到了天桥下面, 不过据说他因为和别人抢地盘, 和人在天桥下面打了起来, 被人推到马路上, 被车撞死了, 唐总, 这是赵家别墅里清点的所有东西, 我看了一眼秘书递过来的平板, 转身走到窗边, 被对A秘书说到别墅里所有的东西都销毁了, 我不想再看到任何关于赵家的东西, 秘书离开了办公室, 我将双手搭在了床边, 俯瞰着整个城市, 从今以后, 我和赵家再没有任何瓜葛, 我是唐氏集团的总裁唐若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